阿公的果园还在 但因为他种香草 给了果园新的生命 而这就是多一点思考 多一点尝试的结果 那么继续看 这一位做豆腐的师傅 他也体会了多一点的哲学 多一点成本 多一点用心 多一点认真 再加上多一点坚持 也会有多一点的成绩 很简单的道理 你每一个步骤都多一点多一点 你到最后就是多很多了 那这样子才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陈明翔做豆腐很有哲理 凡事多一点 从磨豆子开始 像我们一个锅子 它是5000cc的豆浆 可以做一板豆腐的话 那我就会多加个几百cc 因为我是觉得说这样子 与其你增加它的量 比你减少它的量还要好 多个200到300cc的原料 做成豆腐或豆浆 浓度比较高 而讲到浓度 它又要多做一件事 一般的外面的不会洗渣 因为它们不符合成本 因为你洗渣就是要时间 洗渣就是把炸之后的豆渣 放回机器里再炸一次 看起来简单 陈明翔也是试了八次 才找到适当比例 我大概是三分之二吧 试了很多次了 之前因为怕浪费就全洗 结果那个豆浆糊糊的很浓 就是要有点浓又不会太浓 因为我觉得这样味道比较好 而且洗渣有个好处 就是说因为其实豆香 来自于这些渣 因为像以前的人 他煮豆浆 他其实连渣一起煮 他煮过之后才绿 因为这样会比较像 现代做法中加入传统思维 陈明翔才四十岁 本来是个银行行员 转行做豆腐 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却很有老师傅的样子 专注每个多一点的步骤 是很花时间的 因为他不要添加物 那你为什么 因为食物没焦 没有啦 因为我是觉得 消泡剂比较不是那么好 随煮浆到沸腾 三十五分钟 陈明翔得一直站在锅子旁 滚了就捞泡泡 重复四到五次 不嫌麻烦 等待时也没闲着 一下子冲地板 一下子又洗滤网 擦锅边 这又是他比别人 多做的一点 我是觉得说 你做好马上清的话 至少它的干净度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毕竟是 高蛋白的东西 它比较容易发酵 这是个人习惯 因为你这个泡泡 如果粘在它的边缘的话 等一下一几会 它那个热度 会把它附着在上面 就会焦 真的很会利用时间 这锅煮好了 先放凉 趁着点卤做豆腐之前 他紧接着再煮一锅姜 这是要熬成豆浆用的 他又有自己的规矩了 那因为豆浆 他做的时候就是 要顾虑到它的口感 所以你熬的时间 要比较久 然后要大火小火这样子 它那个滑润感才会出来 所以别人煮五分钟 他非得花三倍的时间去熬 它就是蛋白质裂解 它变气泡 变气泡就会上升 气体体积就会加大 那你把它降温 它就会沉下去 然后等一下它会再上来 这样要重复七次 大概七次 那我现在再开大火 让它裂解 过程中要不断观察肠味道 现在是第四次了 有好一点 那还不够 跟第一次比起来是差别的 就是没有那么涩 滚到第七次最好喝 这是陈明翔从经验中 找到的诊责 喝得到它的滑跟润 就是喝到喉咙里面 你会觉得那个香气 还会从喉咙上面上来这样子 豆香味更是陈明翔 对豆腐的要求 他以盐乳取代石膏 比例调配和压膜 都不能马虎 我的压法跟人家不一样 我不会一次压 我会慢慢压 就是慢慢增加它的那个砖块 我觉得这样子压出来 它那个口感会比较好 不会说外面硬硬的 里面比较软烂 就算知道怎么做 每一次都还需要微调 期盼着揭开纱布的那一刻 成果能让它微笑 这一块就可以 陈明翔说 自己可不是什么完美主义者 只是想好好复制出 儿时记忆中的好味道 那都会经过一家那个豆腐店 那豆腐店它每天 就是早上的时候在做的时候 它那个香味会弥漫到整个 算整个街道上就对了 那就很喜欢那种味道 那想说以后如果说可以的话 做这个豆腐当成工作的话 应该也不错 不过这样的念头当初只是想想而已 陈明翔长大后 先进到银行放款部门工作 看似稳定 却在做了四年之后 感到迷惘 要离开呢 哇 两架 三架 哇 好久没看到海豚了 看到海豚就是没有鱼 夕阳下泊光淋淋的大海 陈明翔再熟悉不过了 当年他厌倦银行工作 不想和客户喝酒应酬 才开始到处钓鱼放空自己 就先离开那个行业 然后先去流浪吧 逛一逛这样子 然后再回头来想说 要做什么这样子 早上先去制作团钓 钓完再跑去水里 吃个肉圆 吃完之后再到 彰化这边来这样子 中间还一度跑到美国 学语言 学做菜 想开餐馆 但当时意志力不够坚定 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待了半年又回到台湾 回到他熟悉的海边 钓鱼当中当然会想说 怎么 不是说怎么办 就是说再来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工作会比较适合 所以那时候就想到 那个豆腐这一块 会有这灵感是因为 有一次到苗栗找朋友 对方请他吃老师傅做的 盐卤豆腐 浓浓的豆香味 让他想起小时候 最爱的那个味道 还有那个差点被遗忘 想成为豆腐师傅的梦想 那我想说自己是不是 做一些改变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那换我要学豆腐可以吗 然后也是 刚开始也是不行 然后几次之后就 好 OK 去学 然后我再去学做豆腐 像一个一句台语说 要吃好心才好 就是说你要吃什么 就是你自己去找 这样子 滴潮了四年 陈明翔找到方向 再到海边钓鱼 就不是让自己放空了 那你以后你自己的店 你要怎么做 然后很多工具 你要怎么去购买 采买使用 你要怎么去节省 你自己的成本 当然就是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 都在海边 当然就是一边看着海一边想 他还想做出自己的味道 会怎么样 浪费之间 我是比较喜欢 就是因为比较喜欢闻那种 比较浓烈的味道 所以才会一直坚持 做这种有气豆这样子 带着对未来的坚持 信心满满 把豆腐拿回南头老家 却没人看好 他就会说 你银行好好的 为什么不做 我说 银行现在不好玩 就 豆腐还蛮不错的 做豆腐可以 他说 那你豆腐怎么卖 我说 一块四十五 他说 你穿夹怎么这么贵 你要要豆腐 弄一袋 好 你等多少 豆冷 对 在台中市卖 一开始的接受度也不高 陈明祥依旧不改变做法 他不知道说有机豆的价格 跟像我们一般传统 用那种基改豆子价格的差距那么大 那个差距有多少 大概有到四倍 那你为什么愿意把成本划成高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现代人也吃不多 而且吃也是为了吃得健康 那你与其做很多的量 然后去Costan 你大不如把东西做到精致化 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觉得客人他 他吃到一块品质好的豆腐 总比你吃一堆不好的豆腐好 那你很香醇 喝得很浓 吃得到就是幸运 有些人来都要吃饭 坚持一年多 终于有回响 陈明祥偶尔还会到苗栗 找老师傅切磋做法 拜访其他学员 那也蛮好看的 还可以啦 以后的好看好不好 杀你的差多 在老师傅面前 陈明祥还是像个虚心学习的学生 他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是给他一个基础 给他一个基础 那实际上他 整个自己再下去做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想说 我是不是比较用心一点 每个步骤都要多一点的做法 师傅很佩服 反倒跟着这个徒弟去调整 所以我为了说要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我就要熬 然后就要熬 过这两分钟就是明祥跟我说 他熬十五分啊 那我想说那我少没有要熬他一半的时间嘛 不要擦太多 就是这样子啦 要向陈明祥做豆浆熬十五分钟 真的是要不计瓦斯成本才办得到 外面大家都一直在想要降低成本嘛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说 你为什么不要增加一点成本 把你的东西做到比别人更好的 算跟别人不一样就对了 把饼子做到最好 陈明祥说 会有食安问题 就是太多人想偷工减料 每个步骤都多一点用心的话 一块好豆腐里 就会有多好多的美味和健康 多一点用心就会有好豆腐 其实很多行业都一样 广告之后带您看一家小小的润饼店 为什么能够经历八十年 曾经有一个女孩 她妈妈住在林申北路那边 然后她那时候留学日本 然后她昨天我跟她妈讲说 妈 我睡不着 我想润饼想到睡不着 想我们家的润饼想到润饼睡不着